OK,那现在威威对小孩的比赛开始了,依然是首发神乐切赫对神乐切赫 今天晚上小孩抛弃了布之后,他打威威还是上了八神 哇,刚来小孩这个生龙给对方卖出一个破绽来 小孩依然是选择了粉色皮肤的神乐切赫 好,确实出灵机之处,机会来了 直接撞上皮个重柱瓷 来,我们来看车上最绝 预测下这个地,谁能先开张呢 是威威还是小孩,抢二的规则 得下断 怎么整 哇,这部力肥打得非常有技术含量 太快了 你看他们出一招,其实他们已经变了好多招式的一个套路了 然后被关到板边,我要出出去 跑抓想抓一个天地反,小孩生龙对空,无敌 散气,肯定重手在打对方一个对空 需要 按个手做前置 肯定要小青角再按个手 头上扶,被小孩几个重手再缺反 太快了 威威啊,威威上次拿了 上次第二届比赛拿了冠军啊 小孩拿第三名我记得 这波板边的一个压制给了威威非常大一个 不过,这里就算回血能回到大半的血量 小孩这里是满资源啊 三气加满血 好,用下青腿做一个牵制 继续往板边推,打阵地战 你想过来,你这个就知道让你过来 爱黑大特级圈上去 两次拆头 现在小孩掌握场上的绝对优势了 不断于三个连环角 今天晚上看到 大家看得是不是很爽 是不是感觉看得很爽 每一个B都打得如此的煎熬 如此的胶着 感谢加少了这边面 谢谢加少了这边 下盘连连再缺着一个邻居之处 现在小孩再次发动猛攻 他现在掌握场上的主动权 他现在是赛点局 哎呦,刚才这个下中角 威威啊,你在干嘛 怎么能输这种大破绽的招式 为什么叫小孩导师啊 因为他这个导师名称是 SNK公司官方授予他的一个称号 一个认证啊 介于他在拳皇这个圈子里面的一个影响力啊 OK,那我们回到比赛中 现在威威的克里斯 对小孩的神乐千贺 也谢小帅拿了药啊 那现在双方又干到了中间对中间 其实这个币 小孩也不敢说绝对优势啊 毕竟威威啊 也赢过小孩 但是从两人的 以往的战绩来说啊 小孩是 呃,要比优势 要比威威战友优势的 回头咱们再看这场比赛 威威这小孩比赛 都是两万元奖金 冠军奖金的有力争夺者 如果说这个币啊 威威输了 他要跟鸭王来打败子 赌的第一场比赛 我以为只剩手里大木狼了 而且他大木狼的血量 真的是很尴尬 很被动 小孩现在开始来套路他 你敢挑 你看这种距离很安定啊 你看大木狼还没法缺买他 八波又给自己加资源 又能牵制对方 这种 阵地战一点点往前推进 完了威威 还有六秒 小孩0 2-0 小孩0 大家可以点击关注红豆哥 咱们下次再见